从中央到地方 每一位公务员都要像 观世音菩萨那种 闻生救苦的慈悲心 随时思考如何帮助人民 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依法行政 不能够作为保守卸责的借口 只要是罚所不尽 公务员就应该积极 为民心力 为民造福 台湾不是更加准备 为这个雨 在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是第一次在很多年 因此他们不够准备 如果他们有 他们应该被复杂了 因为他们住在那里 但他们不明白 这些事件是很严重的 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做得更快 我们没有做得更好 我们当然表示 很抱歉 我在台南的时候 我就讲过 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去 我9号就要去 可是9号的时候 现在我说 这里现在救灾很忙 我没有办法招呼你 那我说好 我慢点来 不是我不愿意去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